這個佑正剛隆介兄提到說 這個民間買這疫苗 他舉這個台積電 那你補充像鴻海這種東西 他們一定買 台說這一定都買得到 一定買得到啦 像郭董也非常的熱心想要捐贈疫苗 但是觀眾朋友你要去思考 你要站在民進黨的角度 換位的思考 如果今天民間買到疫苗表示什麼 表示是政府的失敗 所以不能讓你買啊 小燕姐說不要再刁難啊 就是小燕姐被圍剿啊 我們的陳時中 蘇貞昌整天講說國際供貨緊張 蔡總統說大家都在搶 結果鴻海買五百萬 那你叫蔡總統在總統府裡面 永遠不要出來躲起來算了 所以民間是不能讓你買的 讓你買的話就變成國產的這個失敗 那剛剛提到這個陳建仁 這個前副總統 他接受鏡週刊的訪問 其實我是比較奇怪 因為觀眾朋友 你來講說我們卸任的副總統 有好幾位 像連戰先生 呂富等等 你很少看到一個副總統 會像陳建仁這樣 而且非常積極的 在幫國產疫苗背書 搞話成這樣 這個是我們的總統府發言人 張敦涵 張敦涵以前是PTT出來的 你看他去貼這張臉書啊 這是他之前貼的 觀眾朋友 你看到這個臉書之後 其實你的答案就全部都出來了 這個是蔡總統 這個是陳建仁副總統 這是在總統官邸啊 為什麼總統府的發言人 你要去發這一張 總統招見陳建仁 然後兩個這個相談盛歡 王定宇啊 這是謝龍介的朋友 就說陳建仁副總統 是定宇心目中最好的副總統 馬上就這樣背書 所以你看陳建仁 不只鏡週刊的專訪 之前在民視的專訪 他非常積極的在幫這個國產疫苗 這個背書 所以又讓我開個玩笑 前副總統陳建仁 我是覺得他比較像國產疫苗的業務員 你比較像業務員 你那個層次高度格局 你哪有像副總統啊 你哪裡像當過副總統的人 哪有人一天到晚在背書的 那不就是我剛剛補充 謝龍介那個一樣嗎 你蔡總統都講 你蔡總統都講這個話了 宥正如果今天 剛剛龍介兄說蔡蘭族 不要去碰那一支 龍介兄你不是在插鉤票 問題是宥正 如果今天我是蔡蘭族 總統說要買國產疫苗 總統說七月底要打 那我買不買 我買啊 總統講的還不買 你把他拆掉 當然要買啊 是總統背書 前副總統背書的這樣還不買 一路的對國外的疫苗射限 你郭台銘要買佛光山要買 我處處刁難你 張亞中我根本不理你 他們一直在 這個民進黨政府 在幫國產疫苗背書的時候 我是蔡蘭族 我為什麼不買 為什麼是蔡蘭族 蔡蘭族就是被割韭菜的啦 對啦 就是被套老住套房的 都是蔡蘭族死的頭前的啦 你看最後結果是不是變這樣 因為你剛提到這個國產疫苗 這個國外的疫苗 莫德納 Johnson & Johnson AZ有兩支 AZ有一個英國的一個印度的 然後這是BNT 另外是大陸的國藥跟科興 這是兩支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七支是目前WHO認證的疫苗 全世界的疫苗一大堆 兩百多家疫苗廠 只有這七家目前獲得WHO的認證 你看這七支 我要請問大家 有WHO認證 而且疫苗數目夠的 你看日本給我們多少 日本給我們一百二十四 謝謝啦 雖然是你們不要的一百二十四 美國給我們多少 給我們七十五 加起來兩百 算你兩百好了 我說有WHO認證 而且疫苗數目夠的 我告訴大家 唯一的管道是大陸 你回來看這個疫苗 我不是推薦國藥跟科興 剛剛佑正一開始問我 我跟你講我要打這個 我比較希望我打這個 但是我現在是問大家說 有WHO認證 而且疫苗數目夠的 是大陸 人家人家多早之前 就跟我們表示善意 觀眾朋友你看 這個是五月十八 所以是五月十七的新聞 國台辦說 願意提供大陸疫苗 判解除政治障礙 我們在台灣看 看不是很完整 可是當國台辦 表示說要送我們疫苗的時候 你知道國台辦 在大陸的微博 被罵成什麼樣子 被大陸網友怎麼批評的 你是跪台辦 人家對我們這麼爛 你還要去送台灣疫苗 你是怎樣 他是被罵的 後來國台辦說 那這樣好了 我們派防疫專家來台 這更不得了 國台辦是這個 比較不了解我們台灣 你派防疫專家來 不就是洗臉 我們的指揮中心嗎 我們太廢了 還要你派防疫專家來 是嗎 那這個臉丟 丟不起啊 疫苗不敢拿你們的 你再派防疫專家來 陳時中就當場就 民進黨還要不要執政 找個地洞就鑽下去了 你看後來官方的不行 那用上海跟江蘇 民間捐種可以吧 也不行 你不喜歡國台辦 你不喜歡共產黨 我用民間的方式捐 你可不可以入圍後 這叫統戰 鄉親 我跟你講 我簡單這樣 觀眾朋友 所有我們跟大陸的往來 大三通 小三通 ECFA福茂 入資入生入克 全部都是統戰 他跟我們買 龍介兄在現場最清楚啊 他跟我們高官追購 經過龍介兄的概銷 賣去大陸的水果 哪一樣大陸沒有 每一樣大陸都有啊 那我大陸自己有的水果 我跟你買幹嘛 我就是把你當成自己人嘛 我不是把你當同胞 我不會去跟別人買嗎 菲律賓也有鳳梨啊 對不對 我為什麼一定要跟台灣買呢 人家是把你當作同胞 我們把人家當成什麼 我們把大陸當作肉包啊 人家把你當同胞 就當肉包啊 這樣把人家修理 所以又在你看之前的 李登輝跟陳水扁 你跑黨政人 你應該 以前我們是把共產黨 就大陸的執政當局當敵人 這個是沒有錯 因為我們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嘛 蔡總統這五年 平常的所在是什麼 蔡總統這五年最糟糕是 他讓我們把大陸同胞也當敵人了 對 說得太好了 這說得太好了 我們是 我們防習近平沒話講 因為他對我們文攻武嚇 我們要防他 我們防大陸同胞幹嘛 人家人家是善意的 人家是無辜的 人家是把我們當朋友 把我們當同胞的 你這樣每天跟我們糟糕 難怪人家國台辦會被修理 我要送你疫苗你還不要 又在你算 五月十七人家說要送 觀眾朋友讓我放個馬後泡 如果五月十七 我們就跟他說謝謝 現在早就來了 不知道泡多少了 你也好咧 這就來了 都快一個月了 都快一個月了 如果五月十七 我們就願意跟他拿 觀眾朋友你不要誤會 不是要打國藥跟科興 朱鋒聯說可以讓我們選 看受政方的意願 那我表示我們可以選BNT 對啊 人家有BNT 香港就有BNT 對啊 大中華 BNT有什麼 大中華我們也是大中華 跟他拿BNT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不要在這個意識形態上面打出來 那永遠打不完 現在大陸有足夠的疫苗 大陸沒有在打復必泰 大陸沒有打BNT 因為他們還沒核准嘛 那香港的BNT說要捐給世衛 那也沒辦法 林鄭月娥說這個已經當初簽了 那我們直接透過上海的BNT 我們就回到去年 我們也不要靠大陸送 因為送很丟臉 也跟乞丐一樣 我們跟大陸買 我們就跟他買 就買BNT 這樣可以嗎 我們就回到去年 臨權的那個時候嘛 看多少錢我們跟他買 我的意思說 我們趕快買疫苗 趕快打 因為剛剛我前面引述柯P那個 我認為三個月很多人撐不下去 所以大家不要在上面 就是說我們要堅持 這個跟台灣價值一點關係都沒有 現在是老百姓要活命的問題 大家千萬不要鐵詞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沒有去賭的本錢 我補充一個數字 今天侯友宜說新北市 他查出來的無症狀的陽性 是八百多人 八百多人 他不是普篩 他是新北市這樣測測測自己測測測 有八百多個是沒有症狀 但是他已經感染了 無症狀感染了 檢測出來是陽性的 八百多不是普篩 你去推算 如果新北市這樣子篩 就篩出八百多個 全國有多少個 一定是好幾千個 好幾千個無症狀 他根本沒被匡列 也沒被隔離 他就每天跑跑跑 你也沒叫我隔離 我也不曉得我確診 我身體有病毒 可是我不知道 我沒發病 政府也沒叫我隔離 我就去上班 又沒有停辦 去上班 然後我就感染給別人 我也不是故意的 這種有多少人 這種事情有沒有可能在大陸發生 觀眾朋友 這種事情是不可能在大陸發生的 所以又認為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們需要大陸給我們疫苗 我跟你講實在話 就是這樣 我不跟你講統獨 我需要大陸給我們疫苗 而且是BNT的 因為你講錄製的 大家會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希望大陸給我們疫苗 而且大陸這一年多以來 他們防疫的狀況 我們要學習跟參考 他一定有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他疫情壓得非常漂亮 他人這麼多 地方這麼大 現在還有一堆人還在講說 都假的 那我也可以合理懷疑 美國應該是假的 說大陸防疫成功是假的 還是很多人這樣講啊 還是很多